歡迎收看小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透過一些簡單的全等證明讓學生習慣 這個證明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我們為什麼要去證明它 我們會把上一集沒有證明的那個 我說看起來都一樣 那個等下深角形的部分 我們透過去證明這幾個 就是看起來都一樣的證明 讓學生了解到說我們 這個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精神 那附帶一題呢 在一開始我們先介紹到我們早期學做圖的時候 大部分的步驟我都有跟大家說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做出這個東西 但是唯獨這個我們沒有教 就是去複製角A 為什麼複製角A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我這裡量一下 量一下 量一下 然後量一下 量一下 為什麼加這個角就一樣 那其實它是因為這樣子的 我們就來證明它 證明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怎麼證明呢 當我這一刀畫下去的時候 我這裡產生了兩個點 叫做ABC 這個B這個C 那我這一個點角是A prompt 那這是B prompt 這是C 應該說我這一刀畫下去的時候 還沒有B prompt 對不對 我這一刀畫下去先產生的是C prompt 那接著我在這裡再量一下 量一下 交出了這個B prompt 那我們來去證明這兩個三角形 三角形ABC 和三角形 A prompt B prompt C 是全等的 如果是全等的話 那不用講A就是 角A就是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要證明這兩個三角形 全等 我有什麼性質 角A跟角A一樣 沒有 沒有 因為它有一樣 因為它全等所以它有一樣 可是我們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要證明這就是我們上一堂課最後在講的 你要從某三個條件 政權等再去證你要的這個 你不能把你要的這個當條件 你也不能說反正它們就是總而言之 三角三邊都一樣 所以就都可以用 也不是的 那我剛講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所以我們要去尋找我到底有什麼證據 這一道弧 因為這個 這個做圖很常利用這一點 那這個是我們後面反而比較少用到的 所以學生反而比較不見得知道 這一個弧畫下來 那因為圓的半徑都會一樣 所以其實這個弧畫下來這邊會等於這邊 那因為你是用同一個弧在這邊畫的 所以這邊也會跟他們都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這個做圖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知道AB等於AC等於A'B A'B'B'等於A'C' 也就是說我已經取得了兩邊相同了 那接著你又一樣用C為頂點畫一下畫一下 那代表這一段也會跟你一怪的這一段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個就會等於這一個 那所以又BC等於B'C' 所以三角形ABC就全等於三角形A'B'C' 就是SS全等於是這兩個角就一樣 可以嗎?像這樣子 那像我們在這個一開始教全等的時候 我們也講到小學可能就有學到複製三角形的方法 就是我今天把這個三角形這邊量起來 然後在這個書件上面畫 點一點畫 然後這邊量起來 然後在這裡畫弧 這邊量起來在這裡畫弧 這樣子 這種複製三角形的方式 那它其實也是利用SSA 就是你一開始量的這一邊就等於這一邊 然後後來量的這一個幅上所有的點都會跟這個一樣長 再來這個幅上所有的點都會跟這個一樣長 所以這樣複製出來就是三邊一樣長的全等三角形 然後再看下面這個 我們在之前介紹角平分線的時候已經說明過了 角平分線上陣一點到兩夾邊的垂直的這個距離是一樣的 那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性質 就是過這個P點 然後垂直這個角平分線的這一個 它拉出來的這兩條線也會一樣 就說如果這裡垂直的話 那麼這一段PX和PY也會一樣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先證明剛才講的這個 它如果對兩邊做垂直 PB會等於PC 這樣子 證明這件事情 那怎麼證呢 我們透過三角形的全等來去說 然後在三角形ABP 三角形ACP中 我現在要討論的是上面這一個直角三角形 和下面這一個直角三角形 可以嗎 那我有什麼性質 我要證明什麼 我要證明的是咖啡邊 是一樣的 所以它不能拿來當條件喔 那我已經知道的有什麼 我已經知道全等 我已經知道直角 我已經知道直角 我還知道什麼 這個老師可以讓學生多去想 我還知道什麼 這兩個三角形有什麼東西一樣 應該要能夠看得出來 這裡角平分嘛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然後怎麼樣 共用邊也是很常見的 共用邊 所以呢 因為 角B 那因為這裡角B太多格了 所以我們寫角APP 等於角ACP 那你寫角B可不可以呢 也許可以啦 看老師啦 那我們一般都會建議不要混淆 所以我是建議不要混淆 最好多寫 除非只有一個角P 沒有得懷疑 要不然就都 就寫這樣子 ABP 那然後呢 角BAP 等於角CAP 那這裡也是一樣喔 不要寫角A等於角A啦 角A太多了 然後AP共用 或者說AP等於AP 這樣子 那所以它有全等 這是什麼性質 什麼全等性質 直接來看一下 有一個直角有沒有 一個角還有一條線 不要因為看到直角就說是RHS 它其實是AAS 因為RHS要有兩邊嘛 要斜邊跟一股 我們都沒有 沒有那一股 我們只有斜邊而已 所以它是AAS 三角形ABP 然後這個時候寫全等記號要注意順序 A對到的就是A B是直角 所以對到的是CE 然後P對到P 這個是AS 所以BP等於CP 這樣 那如果你這個是一個題目 其實你前面還要多寫一部啦 這個P點 P點對 P點分別對兩夾邊 P點分別對兩夾邊做垂足 P P和C 這是第一步 這樣子 可以嗎 我們這一集來說明一下這個 等堂三角形如果我是告訴你 頂角的角平分線 說它會是底邊中垂線 也就是說我這裡是平分而且垂直 但是還不知道喔 這是要證明的 我已知它是等堂三角形 然後我有頂角角平分線的話 請證明它一定會垂直而且平分底邊 那其實跟前面的步驟 上一集的步驟是差不多的 在三角形ABH和ACH中 我們直接寫條件 一樣等腰 所以我知道AB等於AC 那一樣等腰就會有底腳相等 腳B等於腳C 那因為你看現在腳B就只有一個嘛 腳C只有一個 我就直接寫腳B和腳C 我就不用寫ABH這樣 也可以 但也可以寫ABH 但是我就沒有 那然後呢 這個它用 一般來說題目特別給你的都會用到 要不然就不用給了 所以這個等於這個 好 那這樣子三個條件了 有沒有構成全整的來檢查一下 這是一邊 這是一腳 這是另外一腳 兩腳一邊 這個一定有全等的 那它這邊有沒有被夾住呢 有 這邊被這兩個腳夾住了 所以它是 全等於三角形A C H A S A 注意 注意 腳要對 B要對到C A要對到A H 對到H 那所以 B H 等於C H 而且 我們寫 這個 這個腳 A H B 就等於腳 A H C 而且它們合起來會是180嗎 又 我們直接寫所以AH垂直 那附帶一體 這就是很多時候正垂直的方法 就是證明它左右兩個腳相等 那因為兩個腳合起來要180 所以這樣這一條就會垂直這一條 那所以呢這樣就證明出來 也就是說 AH為 BC之中垂線 這就是我們示範跟上一集不一樣的問題 當我們有不同的條件就要從不同的方式去證明它 就不能說反正我知道就是這樣子 它就一定會是中垂線而且腳平分線 那但是在過了這一節之後 我們上一堂課有講 就是說過了這一節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因為我們就預設你已經懂得證明它了 但是如果今天我就是要你證明的時候 你不能說反正我知道了 因為那樣是倒因 倒果為因 倒果為因 把結果拿來當原因 這樣是不對的 就好像我們上一集說這個 我不能說反正你是兇手的話 上面就有你的指紋 你就是兇手了 就說你就是兇手了 反正上面一定會有你的指紋 不是嘛 就是說你要看 我是不是已經知道上面有你的指紋 所以你是兇手 還是我已經知道 你是兇手 所以上面有你的指紋 而不是說我隨便 總而言之 你知道 兇手就有指紋 指紋就是兇手 就這樣 不是這樣子 好 好 來看這個問題 是證明三角形A B E 和 A C E 全等 也就是左邊這一塊 按右邊這一塊 按右邊這一塊 全等 那在這裡呢 他是等腰三角形A B C 等腰三角形A B C 所以怎麼樣 我們知道底腳相等 邊相等 那因為我們要使用什麼條件 底腳相等 對於我現在要正的這兩個三角形 題目已經幫我寫起來就不行了 A B E 和 A C E A 這個三角形和這個三角形來說 等腰它等腰的底腳不在這兩個三角形裡面 這個是整個底腳 這個等於這個沒有錯 可是它跟我這個三角形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關係 對不對 那所以怎麼辦呢 我就不用它 但是 側邊這個 嗯有用 對不對 A B 等於 A C 然後勒 然後因為這裡是垂直 那我們上一堂課已經證明過了 這個 如果是高的話 它會平分底邊 而且上面的這個腳也會一樣 因為左邊這個大的會全等右邊這個大的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腳相等 因為 這個 A 珠 平為 等腰三角形 底邊 底邊 B C 之中垂線 所以 腳 A 腳 B A 珠 或 B A E 會等於腳 C A E 因為這個是中垂線 所以上面這兩個小小的腳是一樣的 然後呢 如果你看不出來就把這個三角形再描一描 B A E C A E 那你會發現A E 是共用邊 所以三角形 A B E 會全等於 要注意不能照抄 要按照對應的 A 是對應到A E 是對應到E B 是對應到C 那這什麼性質呢 一邊 一邊 夾在中間的腳 這是SS 這樣可以嗎 然後來看看這個問題 腳A的腳平分線 我們剛剛說了 腳平分線除了說P上面這一點到兩端 兩夾邊垂直距離相等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性質 就是這個P點 如果有一條垂直它的這個線的話 那它這條線會被腳平分 如果有一條垂直這個腳平分線的這條線的話 那麼這個線會被腳平分線給平分 就是說這邊會 我們要證明的就是這個 這個X 這個Y的話 PX 會等於PY 那這個大家可以試著證明看看 其實很簡單 簡單 那也可以證明 AX 等於 AY 因為這都還不知道的 那就透過證 應該看得出來吧 透過證明上面跟下面兩個字 要上行全等 好 那麼我們很快的證明一下 因為這個真的很基本 好 上面這個綠色跟下面這個紅色要全等 那因為它是腳平分線 所以這個腳會等於這個腳 可以嗎 這個腳會等於這個腳 然後呢 這裡直腳嘛 這裡也會直腳嘛 然後呢 這是公用邊 所以這個是什麼全等 要注意不要看到直腳就RFS 我現在是兩腳一邊 而這一邊是被這個腳和這個腳夾住的 被我已知的這兩個腳夾住的 所以它是ASA全等 這是ASA全等 我又不寫了 寫字花時間 那麼來看一下 這個不是全等的 稍微休息一下 來喘口氣 我們來推論一下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以A 底辨A為底的高 是HA 那以C為底的高 HB是這一條 以C為底的高是HC 以C為底的高是HC 所以我給你了三個頂點 那請問HA比HB比HC 那因為這個之前有提到過 就是說我同一個三角形的話 因為三角形是底層高除二嘛 面積是底層高 那這個底層高是同一個面積 那我假如不除二 就是兩倍的這個面積 這樣的話這兩個乘反比 所以你今天你的這個高的比 HA比HB比HC 就會是你的底邊比 乘反比就是導數 乘導數比 所以它會是A分之一比 B分之一比 C分之一 那這樣子的話 它告訴你這三個頂點 其實你要自己透過 就是坐標 用必試定理去求出這三個高 這個是 4 然後 負6 加4 減6 4跟6 跟多少 23 跟號13 2跟號13 這個是8 然後1 加8 加8 加1 那81的話是跟號65 然後這裡是 43 這個是5 欸不對 47 49加28 77 跟號77 這樣子 那所以它的這三個 三邊比是這三 這樣子 跟號43是跟號50 2跟號13是跟號52 它的三邊比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三個高的比就會是 跟號65 跟號65 分之一 比 跟號77 分之一 比 跟號52 分之一 我就不畫了 我故意把數字出得醜啦 就是說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就是要用必試定理去算 不管數字醜 也是就是這樣算 下面這個問題是我們在之前的那個作業裡面 其實有出到過 那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講 那就是說 讓大家自己來推論看看 看可不可以推論出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推論出來的 等腰三角形ABC中如圖 是證明 DE DE加DF是BG 那這是什麼呢 就是說等腰三角形兩個腰 AB跟AC 他在底邊的一點D 對這兩個腰同時做高 產生了DE和DF 這樣子 他在底邊的D 對這個等腰三角形的兩邊做高 產生了DE跟DF 這兩個DE跟DF合起來會剛好就是一個 底角對腰上做高 這個BG 合起來就會是這樣 那這個證明也是很經典的證明 就是說這樣子的證明方式在未來也會看到 怎麼樣的方式呢 就是我們把一個等腰三角形切成兩部分 那麼大的三角形ABC 就會是兩部分合起來 就是三角形AB株 和三角形AC株 沒有寫是指面積 ABC的面積是AB株的面積和AC株的面積合起來 那麼左邊的面積怎麼算呢 左邊的面積是用AB 乘DE除2 右邊是用AC 乘DF 除2 那麼整個三角形呢 整個三角形 因為我有這個AC的底和這個高 我用這個 AC乘BG 除2 那於是 首先這個2都可以約掉 然後因為 AB就等於AC 所以可以約掉的不只有2而已 他的AB AB乘DE跟這個 AC乘DF 你可以把AB跟AC同時提出來 他會變成是 AB乘上DE 加DF 因為AC就是AB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把 AB提出來 把他們兩個的AB提出來 這樣子 那 這樣這邊是AC乘BG 他也是AB乘BG 於是約掉 於是呢 我就可以得到BG 我為什麼這一步要拉上去寫呢 其實是因為 我本來是要直接在這裡劃掉 大家其實慢慢也要掌握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等於我兩邊要同時約掉AC 也就是AB 因為AC等於AB 我要同時約掉AC的話 我這邊其實是加 這樣加這兩項要一起約 因為他等於是提出來再約掉 這樣可以嗎 那麼於是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也就是等腰三角形底邊 對兩腰座的高合起來 會等於一個底角對一個腰座的高 就是BD加B D D1加DF是BG 這樣子 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OK那我們就上到這裡